打開廚藏室大包小包垃圾堆積如山 房東看了好傻眼 但再往下檢查 掀開床板 本該讓租客置物空間 怎麼全都塞滿垃圾 好幾袋塑膠包裝 裡頭又是用過紙杯 又是吃碗沒清的紙喝 還飄出陣陣惡臭味 真的實在太扯了 前租客正是正大學生 會被發現是因為下一位敘租同學 與房東一起巡視屋況時 發現垃圾山後 試圖聯繫前租客卻無果 因此才決定PO上哨版 雖然雙方已達成共識 不再追究此事 但看在其他房東眼裡 也有所警惕 尤其正值暑假畢業季 租屋對房東學生而言 更是家常便飯 招屋時屋況如何 歸還時就改恢復 畢竟誰也不想額外花錢 替惡租客擦屁股 3地新聞李文玉將不會王培華 陸佩玉台北採訪報導 項安 李文玉